哈囉 各位完全娛樂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陳麗農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見面 好帥 那我們今天知道農農一整天 然後剛剛又記者會 現在是晚餐時間 應該滿飢餓了 我們有準備一些飲品要給你 飲品嗎 對 在這邊 因為我們知道農農喜歡喝珍珠奶茶 所以我們準備了很多的珍珠奶茶 可是又聽說最近在減肥 就不是吃那麼甜 然後但因為我們不確定 你喜歡喝的甜度到哪 所以我們非常貼心 準備了各種甜度 跟珠奶茶給你挑選 沒錯 完全娛樂 就是這麼貼心的 準備了各種甜度 讓農農可以針對自己的喜好 做選擇 其實沒事 半糖為冰就好了 好 半糖為冰 農農要現在喝嗎 喝 喝 他剛剛猶豫了 很緊張是不是 對 怎麼樣怎麼樣 滿足 看農農這般滿足的神情 農堂們是不是也跟著一起融化 這回完全日樂 趁著農農回到家鄉 舉辦首次媒體見面會 特地前往專訪 聊聊從參加偶像烈食生 到進入9%團體活動的 這些日子以來的點點滴滴 比賽結束已經過一個多月 還是要恭喜農農正式的加入9% 那就想要問一下農農 就是其實去年12月的時候 是自己一個人到北京去 那現在回來台灣 有這麼多熱情的粉絲迎接 在這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其實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那現在就是你已經是一個 Idle 偶像了 你在出門的時候 對自己的造型上面 會特別的就是 留意說要怎麼搭配啊 其實這個倒還好 因為可能是因為我現在 自己出門的場次數不會這麼多 然後再來就是我平常 真的比較隨意 像我平常我是不抓頭髮 那也不會抓 然後我可能就戴個口罩 然後銀鏡銀鏡 然後戴個帽子 對 但銀鏡都是透明的 我沒有戴過比賽 對 所以還是自然為主 對 自然為主 對 那你現在會開始做一些 就是身材管理 體重管理嗎 會 像剛剛選擇 可是我不會去量 但是你會注意說要自己飲食要吃 嗯 最近沒有在吃宵夜 什麼時候是你比較常吃宵夜的時刻嗎 比賽的時候嗎 偶像練習生的時候 比較常吃宵夜的時刻 因為吃肉來說是一種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然後 在我相信一生壓力蠻大的 然後吃才可以去 紓解 沒錯 吃是另外一種選擇 但是他還有一種選擇 哇 好油 這熱量高 對 熱量高 後來發現熱量高 所以只能有時候小小放肆一下 可是平常啊 就要為了維持身材 所以必須要去捨棄一些你知道嗎 所以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 這我就不曉得了 看起來好像又瘦了 我只知道你有長高了 對 說到長高 爸很好奇你現在長到多高 好 要量喔 我不曉得 聽說是185 沒有準確 要上下 我知道了 就是劍堂你站到隆隆的旁邊 站起來我們試試看 就是到底差多少 我們就有個比例池大概知道 現在嗎 對 現在 比例池 對 175 165 所以我是比例池就對了 對 你是比例池 好 我們這樣讓我回去看 應該有多 165 感覺多不止20公分 就是到他的手臂的一半 那個 對 手臂的一半 看起來農農真的高 小記者不止20公分 下回真的得量量看長多高了 滿足滿足農堂們的好奇心啦 而在偶像內西生的比賽過程中 農農也展現了許多舞台 從主題曲 女孩 大藝術家 我懷念的 Firewalking 戒焰 McDaddy到Forever 八首歌曲都有不同的風貌 你覺得這幾首 在我相信一生表演的歌曲裡面 有沒有哪一首歌是 在準備的過程當中 讓你覺得特別困難 有花比較多功夫去做準備的 其實 都有讓我頭痛過 女孩 因為畢竟是第一次表演 在我相信第一次的舞台 很緊張 再來是 有沒有提到戒焰 Firewalking 還有 我懷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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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我都有頭痛過 都是在唱歌的部分 讓我覺得非常痛苦 對 然後 嗯 其他的倒是還好 然後像戒焰啊 還有我懷念的 他會是 情緒上面會比較難去抓到的 但你就是要放感情去唱 那他可能才會好痛 那 像Firewalking的話 舞蹈的部分 Firewalking是我練很久 就是 我花了蠻多的時間去 熟悉這個動作 然後一定要花別人多的時間 不然 可能會落後人家 其實每一首歌 都有讓我頭痛的地方 但每一次都是心惡挑戰 都很開心 龍龍你剛剛有說到 就是唱歌的部分反而是 你覺得比較困難 下比較多功夫 但其實你擅長的也是唱歌 是因為 你的專長是唱歌 所以你覺得要更 對 要更完美 就是因為我正喜歡唱歌 所以我會對唱歌更加的 可能 水毛求疵 對 會更加的 去 戲雕 這一些東西 那在偶像內集生的比賽過程當中 其實碰到不少演藝圈的前輩 像 張一新啊 李永浩老師 那甚至Jolin老師 那時候也有去 跟你們分享一些 演藝圈的東西 那有沒有哪一位前輩 對你的指教 是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是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其實 然後在還沒有見到 榮浩老師之前 就 我就自己有聽他的歌 然後 其實 我會發現自己喜歡唱低音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他 因為榮浩老師的歌曲啊 他的大部分的作品裡面 中音跟低音 會比較常的出現 然後我也喜歡他的聲音 所以 常去模仿 然後去學習他一些 唱歌的一些技巧 這對我來說是 幫助很大 你有特別去跟李永浩老師 請教過一些 就是在唱歌啊 自己唱歌沒有什麼 會 在節目私底下 其實也有去問他 然後他也會熱情的 回覆然後並給我 專業的技巧 所以其實讓我學到不少東西 嗯 那前陣子在上海的第一次 Nine Person見面會上面 你有特別準備了一段自己 改編別的歌曲的歌詞 哦 對 這個是寫給農堂的對不對 嗯 沒錯 是寫給 喜歡農的粉絲們 是什麼樣的心境下 會你創作這一段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大家 近期那個陣子真的非常辛苦 不停的去做各地的應援 LED 然後 甚至還來我們學校 那 也不會去忘記感謝 當初 火象力醫生為我的投票 然後 剛好有一個點子 就是想要有一次看可不可以寫詞 之前沒有這樣子的那個 然後 就 這些想法 結合了 然後 剛好聽到 《紫短心想》這首歌 覺得旋律我很喜歡 就加入了我的 心裡面想說的 然後 就完成了這一小段的創作 那這一次回來台灣有沒有 比較懷念的小吃 一些零食啊 或者是 美食 比較想吃到的東西 對 比較想吃到 除了媽媽做的跟媽媽做的 很多 鹹酥雞 肉肉飯 咖哩 咖哩 咖哩飯 咖哩飯 媽媽煮了咖哩飯 and 香菇雞湯 然後 火花醬有沒有吃到 火花醬 老闆 火花醬 你不要等 好了 那我們今天也有準備一些零食 想說 比較方便讓你之後 工作的時候可以帶著一隻 果花醬 我們是有想過要買的 要再買嗎 但是就怕說那個 菠菜要過來吃 在這邊 非常貼心 準備了各式各樣的 很多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比較 因為知道全家的小顆粒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一些 台灣才有的小顆粒 這個OK 喜歡是不是 這個喜歡 對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咖哩豆腐 咖哩會OK 咖哩豆腐 這個 咖哩豆腐 這一家OK OK 謝謝我們家巧克力 這個還OK 還OK 有等級評分的這樣 對我來說 對大家來說不一定 對 然後還有想說 因為你接下來就是要很多訓練 所以想說 菠火龍 穿背皮髮膏 謝謝 菠火龍 這個我小時候都吃這個 對 然後現在就隨身包裝 對 它小包裝的 還有軟腸式 軟腸式的穿背皮髮膏 哇 穿背皮髮膏 對 然後其他就是一些餅乾類 想說可以再回去 跟成員們一起分享 乖乖可以 連彥均最喜歡的 完蛋 連彥均要收到很多乖乖 大包的可樂 對 然後還有全香絲 還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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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好 那農農你邊吃 我們邊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們看你的社群 Instagram上面 微博說你自拍功力很強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問你有沒有什麼 自拍的絕招 又來 剛剛已經問過 他們都說我自拍很醜 我們完全娛樂也想知道 對啊 可是他們明明說我自拍很醜 然後 可是我們覺得很好看 誰說醜的 誰說醜 他們是 他們說你們怎麼 你怎麼不看看 我們拍的跟你拍的 真的很 真的差很多 好了 那怎麼辦 那是不同角度 對 有什麼絕招可以教我們 現場就是示範一下那個 有啦我有一個小技巧 好 我的手機你幫我拿一下 就是啊 因為有些人可能 因為手比較小 嗯 所以當他 在做自拍的時候 單手拿的時候 這樣子 那這個 來按的時候 有些人按不到 或是手 按的時候手會抖 那來 教你 這麼拿 手勢 有特定的手勢 這個地方 就可以去按 喔 對不對 對 對 我是這樣子拍的時候 嗯 就這樣 一個小技巧這樣子 那可以幫我們拍這樣嗎 對 哈 真的不行嗎 開玩笑的 好啦那 這邊 可是這個手機比較大一點也可以 對啊 就不同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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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就是那個手勢欸 當然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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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最後 跟粉絲講一下就是 感謝 感謝的話 邊吃邊講邊講 然後還有跟我們分享一下 接下來就是一些疾況這樣子 多吃巧克力泡谱 好不好 真的很好吃 然後啊 依舊的 非常感謝 一路以來支持 就是 陳定龍的 粉絲們 或者是 全民製作人們 農當姐姐們 大家都 我都非常照顧 然後 我們也 創造了 許多的 美好的 一個回憶 是我們 在一起的 然後 希望未來 像歌詞一樣 未來的路 還有你們 我們可以一起 開開心心的 在 未來 創造更多的 美好的回憶 那也希望大家 天天都開心 那 完全娛樂的朋友 我們 下次見 掰掰